昨天聊了一下王一博获得经济奖提名 我本心希望这小伙子真的能够冲击一下经济影帝 那么这两年也是凭借三部大热片 还有一部大热电视剧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获得了非常良好的路人员 事业可谓是高歌猛进 非常的平稳 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个奖项来肯定他付出的努力 我希望这个影视剧圈能够有更多心象的血液进入 特别是像王一博这样 努力的并且有实力的年轻人 而且他还有号召力有流量 那么可谓是非常炙手可热的当红炸子鸡了 所以他的进入可以打破行业的质骨 可以打破那些固守的观念 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排排座分国国 古人都知道不拘一格降人才 不用看年龄看什么的 只要他实力到了就要给予肯定 所以说希望王一博能够凭借这一次的冲击 不但能够更加的充实和提升自我 而且还能够打破一些什么东西 创造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说这就像他提名的热烈一样 用自己热烈的青春去燃烧一些东西 用自己青春的火焰去照亮一些东西 这才是一个顶流明星 这才是一个青年人偶像应该做的 所以说每次看到王一博还是那句话 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朝气蓬勃的 向上的生命力